花莲县原住民族部落大学2024开学典礼 以真正的人为主题 特别邀请到古风国小布农族的小朋友合唱 现场还有原住民市集 以及六大族群的支部交流体验 花莲县原住民族部落大学 作为全台第一所开办的部落大学 深耕在地23年 并且在台湾原住民族文化馆热闹举行 花莲县原住民族部落大学2024年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现场以真正的人作为年度的主题 作为部落大学副校长 花莲县原住民行政处处长杜古赛运 亲自主持典礼 在一次当中种植下槟榔树苗 比较传统阿美族在生活地上种下槟榔树 作为生活的地阶标示 做种一棵槟榔树 利用自寻回自己的族群界定 伴随种下文化主权 知晓族群的定位 了解自己是谁 成为真正的人 尤为精神口号 这是部落大学的天生的使命 也是我们要负的责任 因为我们要对前人负责 更要对我们的后代负责 那么联合国在最近 因为对于原住民的定义 所有的国家地区通通都不一样 台湾跟大陆对原住民的定义 甚至像菲律宾 都是我们讲的南岛里族 它是多数民族 所以对原住民的定义各地不相同 那么大陆联合国给出一个非常非常精准的原住民的定义 它说原住民是什么 就是高度依赖 跟高度发展 文化多元性 跟生物多样 多样性 它非常的精准 高度依赖是什么样 向下砸根 它要连结土地 然后要依赖土地 所以它要砸根进去 高度依赖 高度发展 往天空走 朝向太阳 那做两件事 就是文化多元性 跟生物多样性 部落大学部校长 独股学院表示 本日是部落大学 第23年的开学典礼 花园是第一所成立的部落大学 主张部落出处是教室 山林河川 部落都是教室 这是部落大学的精神 人与大地一起成长 这里保存花园丰富的 云术民主知识 不过大学承载 非常重要的责任 以及使命 现在知识传承路上 要对上前人负责 同时也对后人负责 取其划拎所有云术民主 共同努力传承语言以及文化 记得救援花车不倒